你 你好 你愿意跟我搭戏吗 你和素奥师关系这么好 还需要我帮你搭戏吗 你们就是嫉妒 他和我在一起 是必然的 你又老又强势 男人没有任何留在你身边的理由 理由 难道你像个傻子一样 就会叽叽喳喳 就是他冲毁的理由吗 你这种被抛弃的女人 需要发泄一下 谢谢苏老师 演得不错 但是和这个角色的年龄感呢 还是有一点点偏差 我再想想吧 辛苦了 下一位 好 下一位演员老师 이게 太狗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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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的待藏呢 没找到 那我来帮你吧 好啊 开始了 你打我 打你就打你 难道我还要跳日子吗 你抢了我的男朋友 我还不能杀了你才解恨 麻烦你搞搞清楚 那是我老公 你才是赵三 他从始至终爱的都是我 只不过是一时糊涂 和你玩玩而已 他和我之间 就像缘和缘心 他始终绕着我 而你只不过是一根辅助线吧 你怎么这么天真啊 你真的以为我对你是真爱吗 男人出轨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你以为你能笑到最后 到时候 只怕你的下场 比我还藏 你以为江阳 尹印 没打同意吧 我刚刚就怕你情绪不到位 啊 没事吧啊 没事没事 但是你演得特别好 把女主角演出了一种小三的感觉 你演出了那种我要的很多劲 我特别满意 待会儿我跟导演还有制片人说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就定名演女主角了 真的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盈盈主演的新剧 出轨必死 接下来会问两位老师几个默契问答 两位老师要诚实回答哦 喜欢自己拍还是安全拍 自己 谁的笑点更低 老方 我回来了啊 今天发布会非常的顺利 又等你去本了 今天要做饭 好好地靠让我最美的最优秀的老婆 这张是主摆报 要亲密一点 张老师 您在新剧中和陈英老师 饰演的是夫妻 那我请问张老师 您现在单身 会更喜欢苏黎老师 还是陈英老师这种类型的妻子的 嗯 这两种类型各有千秋 多数 老婆 一切都是为了虽然难不得不死 哎呀 知名编剧苏黎的新作出轨必死 此前经历了怪女主的风波后 确定了新女主陈英英 新剧一波三折即将开拍 喂 我有男明星张舒衡 和女演员陈英英的出轨爆料 我还要买热搜 无论花多少钱 我要让这条新闻上热搜第一 不是 不认了 知名的 知名的 明星 不认了 有男的 有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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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好 别动 怎么了 这不是那天 你不是说消息 没有谁能够出去吗 为什么会有头发照啊 现在怎么办 别人会不会看出来 没有直接发照片 而是说周二姐 看来事情还有回眷了余地 不管是为了要钱 我认识为了要钱 我认识为了要钱 你别管我怎么拿到的 板着我手上 有你们出轨的实锤 算是真的 算是怎么办 开个价吧 爽快 五百万 五百万 他想钱了 有娱乐圈赚钱这么容易 我认识 五百万买你和你前人的钱 不多 二十四小时那点钱 一分不少 否则我就把料卖给人 倒计时 开始 你收听了多少钱 我的片酬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哪去凑钱啊 我之前投资都失败了 其余的钱在股票都被套住了 我一时半会儿 最多也只能凑几十万 你没有 你老婆有啊 你想个好点的理由 跟他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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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能借我点钱吗 好啊 给你发个大红包 两百可不够 两百可不够 那你要多少 五百 何时 五百 我 五百万 五百万 这么多 你不会是 出轨被狗仔抓到了 想花钱了事吧 怎么可能呢 跟你开玩笑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吴总跟我打电话说 有个项目找我合作 说这次一定能赚 我到时候一定还你 我保证 两口子有什么还不还的 明天我就去银行转给你 还有吴总说这次时间比较急 那你早点 好 跟我去点